在南世財政有機門的農民許鴻雯 最近在網路上就讓其他人 來模擬他個人的商品來消除產品 對住也作成困擾 他站出來給有消費者買東西的時候 就要領請產品的品牌來玩 也會說可以先腳掌位來確定醫療來買 比買說受騙買得來入不便的機會 在南世財政有機門的農民許鴻雯 最近接著消費民眾順問 是不是在網路上做一個實驗的功課 地民宿舍的雷龍是要大家幫忙於富城中空 需要賣黑門接待衛生 他們主席說軍隊在看到公開後 也要到分組所報案 並且統治消費民眾不要來受騙 也會破壞到我們的商業 所以這個情形我覺得 佛祝大家真的要來注意 要來接著這種惡性 對保護博業才利用 一個臨上品來消除產品 徐鴻雯表示 他所作的優勢賣的產品當中 並沒有欲望接這項產品 並且希望消費民眾在各買的時候 要來臨上產品的品牌跟他來玩 也會當成卡電話做卡領義後 再來各買 這也會當票便受騙買到來入不便的機會 像我們這些有機認證的農民 你在網站裡面 你都能搜尋有機認證農民 你如果搜尋他就能找到我們 如果你打這個名字 照出來的網站就是真實的 因為他不敢直接就是 仿冒我們的全名 他會投用我們的肖像權跟人名 但品牌的名稱有著著作權 算是有著作的部分 他目前來說他不敢那麼大 所以可以用我們的方式去搜尋 就是我們價格的產品 最後許方文也要給大家 不可以相信網路上一個實工序 跟頂民才有減提及的儀優 如果發現個人最併甲產品 必須要補案來導致補發業者的行為 並且就讓民的順便跟電話比較冷 才能夠買到真正台灣製造的油量產品 其他小見我會南西庫 彩虹波特 至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